板桥区的塑料回收方法 从2024年4月起,板桥区的塑料回收方法将发生变化 我们将把之前作为可燃垃圾收集的塑料作为资源进行回收利用 近年来,塑料流入海洋和河流导致海洋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塑料对环境造成的负担已成为全球性的难题 在日本,环保举措得到了比以往更为强烈的呼吁 因此,我们将通过把塑料垃圾转化为资源并有效利用 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包括二氧化碳,以及延长最终处理厂的使用寿命 从而减轻环境负担,为实现零碳板桥2050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理念做出贡献 虽然这么说,家庭产生的塑料垃圾数量非常大,种类也各异 究竟哪些是可回收的塑料,应该如何正确投放呢? 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担忧 灵灵讲,你明白吗? 在这个视频中将解释 一,作为资源回收的塑料 二,投放垃圾的注意事项 三,不能作为资源回收的物品 以上将重点解释这三个要点 在YouTube上观看的观众可以使用目录功能 快速访问他们想要观看的部分 请务必充分利用这个功能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确认吧 一,作为资源回收的塑料 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下作为新资源回收的塑料 被回收的塑料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首先,是像杯面容器、鸡蛋包装盒之类 还有肉、鱼、蔬菜等的托盘 购物袋以及零食袋之类的容器包装塑料 容器包装塑料上有塑料标志 强烈建议根据塑料标志进行分类 第二种是如文具、牙刷、衣架等日常用品的产品塑料 作为资源回收的塑料试制 完全由塑料材料制成的产品 接下来我将为您介绍在家庭中需要注意的几点 首先是容器包装塑料 如果有污垢,您可以使用不比擦拭 或者用水冲洗以去除污窄 残后尽量不要拖延时间,立即冲洗或擦拭 这样污窄会更容易清除 冲洗时可以使用洗碗后的残余水,以节约用水 纳豆包装袋如果没有粘液,您可以投放回收 粘液会在浸泡一段时间后变得容易去除 零食袋等,请尽量倒掉残留的食物碎屑后,再投放回收 酱油、洗发水等瓶装物品,以及蛋黄酱、牙膏等管状物品 您可以将水从瓶口倒入,盖好盖子后充分摇晃 这样可以去除污垂,难以倒入水的物品,可以用剪刀剪开 这样可以更容易冲洗,在此过程中请注意不要减伤自己 冲洗完毕后尽量把水倒掉,晾干后再投放回收 食品包装袋上的纸质封条,请尽量将其剥离和剪除 包装袋应投放至资源垃圾,而纸质封条部分则应投放至可燃垃圾 如果难以剥离封条,您可以将封条粘贴的状态下投放至资源垃圾 贴在塑料瓶上的标签和瓶盖都可以回收 将它们取下后 塑料瓶本身可以投放到塑料瓶回收箱或者回收容器中 接下来是关于产品塑料的说明 我们会将完全由塑料材料制成的产品作为资源回收 另外,请将最长边大约超过30厘米的物品投放至粗大垃圾处置 请将塑料放入透明或半透明 能够看到内部的袋子中,将口封好后投放 在这个过程中,请不要将袋子叠加成两层 回收的塑料会被送往中间处理设施 在那里,工作人员会打开袋子,去除脏污或无法回收的物品 为了有效进行处理,请不要将袋子叠加成两层 为了提高效率,请您协助我们合作 塑料制品通常都比较轻 但实际上把它们放进袋子里后,你会发现它们会占用很大的空间 如果有多个相同大小的容器,或者可折叠的小件 您可以将它们叠起来,这样可以更好地整理和减少体积 将塑料放入袋子后,请在每个地区规定的资源回收日的当天早上8点前 将其投放到集合点,使用防鸟网可以防止袋子飞散 请注意,塑料不会在集体回收时被回收 以下物品不可作为资源回收 难以清洁的塑料 例如,难以清洁的容器或胶水容器等 这些塑料无法回收 如果将污债严重的塑料与其他塑料一起回收 污债可能会污染到其他塑料 导致无法进行资源化回收 这类产品请在可燃垃圾收集日投放 橡胶制品 硅胶制品也是可燃垃圾 请在可燃垃圾收集日投放 带有刀片的塑料制品 如剃须刀等 由于可能会割伤分类的工作人员 无法作为资源回收 您可以用后纸等包裹并标明危险 然后在不可燃垃圾收集日投放 使用完的打火机等物品 您可以放入能够看清内部的袋子中 并在上面加上标明是打火机的注意标签 然后在不可燃垃圾收集日投放 含有金属的塑料 无法作为资源回收 请在不可燃垃圾收集日投放 最大边长大约30厘米以上的物品 请投放至大件垃圾处置 移动电源可能在分类过程中发生火灾 因此请不要将其投放到资源 可燃垃圾或不可燃垃圾 标有以下标志的移动电源 可以在回收合作店铺进行回收 家庭医疗用塑料请投放至可燃垃圾 例如点滴带、CAPD带 以及相应的管装物 等与医疗活动相关的塑料 注射器针头在本区无法回收 在家医疗中使用的注射器针头 可在开处房的药局回收 经过大家的合作回收 这些塑料将有机会转化为 类似托盘、花盆等的塑料制品 或者被加工成用于炙铁石的还原剂、气体、油等 进行化学再利用 从令和5年12月上旬开始 我们将逐步向区民家庭分发手册 在板桥区LINE官方账号中 您可以使用查找资源垃圾分类投放方式的功能 还可以提前了解垃圾收集日期 敬请添加为好友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从2024年4月起 板桥区的塑料回收方法将发生变化 我们将把之前作为可燃垃圾收集的塑料 作为资源进行回收利用 通过回收塑料来减少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氧化碳等 有助于保护地球环境 非常感谢大家的合作 请您继续支持